小姑娘奶声奶气的,凶起人来也奶凶奶凶的,但几个人就是被她这惊人的逻辑和林丽的口齿给惊呆了。 偏偏她说这番话时,还是甜甜笑着的,眼神真挚又单纯,林继闻静一时之间分辨不出她是在嘲讽自己,还是真的在对此发问。 反倒是林锦渊看着平日在自己面前乖巧软弱的小鹿,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的模样,露出了我果然才是小鹿妹妹最爱的哥哥的得意表情。 小鹿妹妹的乖巧都给了我一个人,独享温柔,不愧是我。 西行江早知这小豆丁伶牙利齿,在他皇兄面前乖得不行,当着自己的面就一滴都没有,现在终于又出现一个跟自己相同待遇的人。 非常乐见其成,简直恨不得他能再对几句,最好对的林继闻怀疑人生,好叫他常常自己经历过的滋味。 旁边两个人看西一图太明显,本来就郁闷的林继闻更郁闷了,以他有限的智商,实在不知如何反驳这段话。 他一向捡软柿子捏,看了垂眸不语的宋经兰一眼,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意味,不过一若过质子而已。 宋国中有一日会臣服我大林,届时他便是阶下求王国种。 别说太学,天劳都没他的位置。 他这话一出,连林景渊都变了脸色,跟西行江同时出声道,二哥慎言,二殿下慎言。 宋国如今虽然孱弱,但他的立国时间远比大林久远,又因地处南方,一向被天下文人称作正统。 想当初大林高祖建国时还被视作乱臣贼子,只不过一代复一代,大林逐渐强大,与宋国分怀和一致,才渐渐扭转了局面和名声。 如今天下大环境众文重名,尊儒手礼,林弟更是一心想以仁君之名名垂青史。 所以,哪怕他十分垂涎宋国的富饶,也从不展露出侵略者的意图,把自己的人意形象维护得特别好。 林继闻当着宋国皇子的面把话说得这么明显,简直是在打道貌岸然的林弟和尊儒奉佛的大林朝的脸。 林锦渐平日就是再玩烈,也只有些话说不得,太学这么多人,听了这话若是传出去,传到林弟耳中,大不了一顿责罚,若是传到民间,传得人尽皆知,那才是真的损了这皇家脸面。 他的林继闻其实不大亲近,此刻也顾不上了,拉着他胳膊帘推带拽,二哥你回去吧,我觉得五妹做这挺好的,你别干扰五妹读书。 林继闻此时也知道,自己说错了话,哽着脖子红着脸,拂袖而去。 林飞路冷漠地看着他背影,余光察觉西行江打亮的视线,转头冲他玩耳一笑,又朝林继闻的背影做了个鬼脸。 作为绿茶表中的战斗表,嘴炮一流,掐架满集,文能嘴丝白脸,五能手丝渣男,卖得了蒙掐得了架,那可不是自夸的。 西行江也挑眼一笑,冲他比了个加油打气的动作。 这里发生的小矛盾,似乎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,林飞路离了李群白,重新坐回蒲团上,看见宋经兰正直笔在写书上的注解, 神态自若,姿势优雅,好像对刚才那些话一点都不在意,大概是因为听过很多很多悔了吧。 他心中叹息,稍稍往他身边靠了靠,撑着小下巴安慰他,殿下,那些话不要放在心上。 他比肩一顿,偏头看过来,对上他好像含着怜惜的目光,眼神有些淡,像不解释的,低声问,公主为何替我出头? 林飞路眨了眨眼,一板一眼地解释,刚才上课的时候,太傅才讲过,急于立而先立人,急于达而先达人,本就是二皇兄不对。 宋经兰看着他无辜的眼神,又低头看了看书,然后说,这句话在书里的第七页。 林飞路一愣,就见他轻笑了下,太傅方才才讲到第二页。 林飞路,他捏着小拳头撑住下巴,悠悠叹了口气,借颇下驴道,哎,都怪我太冰雪聪明。 宋经兰忍不住笑起来。 太学的课程一上午就结束了,上午是文课,下午便是午课。 皇宫的禁军,平日都在围场练兵,高门贵族也会将嫡子送入军中历练,皇子们平日除了练习骑射,就是在围场跟着武将习武。 不过公主是不参加武课的,毕竟这个时代武枪弄剑的女孩子实在少,西贵妃算其中异类。 尽管林飞路现在在跟她习武,林弟也没准自己萌哒哒的小武跑去刀剑五眼的铁血练兵场受罪。 用过午膳,林飞路就自觉去西贵妃的锦云宫报到了。 经过一个月的练习,她现在终于可以在梅花庄上站半个时辰不摔下来,不过西贵妃还是嫌她站的姿势不端正,腿不够直,腰杆不够挺。 大多时候,她是在屋内喝茶,让宫女监督,偶尔自己也会亲自来盯着,手里还拿着一条鞭子,若无其事地往地上一甩,啪的一声脆响,惊起漫空的灰尘。 林飞路,一时竟不知她更像大学式军训的教官,还是环珠格格里骑射的黑心婆子。 她今日在太学听了林济文那番话,对于以前不大关注的两国之间的关系,也有了些好奇。 西贵妃自小在边关长大,听说还带兵打过仗,林飞路规规矩矩站在梅花庄上,眼神却往下瞟,好奇地问,娘娘,你跟宋国士兵打过仗吗? 西贵妃正翻一本兵书,文言没有抬头,不嫌不淡回答,打过。 林飞路又问,那他们厉害吗? 她在庄子上站得笔直,小脑袋去晃一晃的,自顾乃生乃气说着,我今天在太学听他们说,宋国十分孱弱,宋国的士兵也弱不禁风,仰仰是不是可以一个打十个? 很少有人问起她以前在边关的生活,宫女们不愿提及她受伤的伤心事,其他人又有所忌惮,林飞路还是这些年宫中第一个提及此事的人。 不过,西贵妃把书一和冷声教训道,战场醉际轻敌,宋国孱弱是当今国君荒淫正事所致,他们曾经称霸中原,高祖败于淮野,拥国折损三万精兵于淮河岸。 当过狼的人,不会真的变成狗,她冷搜搜扫了木桩上的小豆丁一眼,你这样的,本宫倒是可以一个打十个。 林飞路,我太难了。 后半截林飞路就老老实实闭嘴不找对了,从梅花桩上跳下来的时候,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感觉身子比以前轻了不少。 西贵妃虽然对她毫不留情,但对她也是真的喜爱。 她占庄的时候,就命宫女给她熬了雪餐燕窝粥,还配了锦云宫小厨房进来研制的糖心桃花酥。 这酥点有点像她以前在现代吃的蛋黄酥,只不过里面的蛋黄是桃花馅,她一边吃一边不忘跟西贵妃说, 娘娘,下次可以让你的私厨试试把里面的馅换成蛋黄,加上蜂蜜和牛奶。 旁边宫女笑道,听着就好吃,公主的心思真巧。 西贵妃面色淡淡的,却叫人吩咐下去。 吃饱喝足,盘子里还剩了两个桃花酥,林飞鹿想了想,从怀里掏出干净的手帕,把剩下的桃花酥包了起来, 跟西贵妃告别之后,就蹦蹦跳跳跑走了。 后边传来西贵妃冷嗖嗖的声音,不仅要吃,还要往外拿。 林飞鹿,没猜错的话,娘娘今天应该是来大姨妈了。 惹不起,溜了溜了。 走到三叉路的时候,不远处的翠竹林在夕阳映照下泛出浅浅的光韵, 林飞鹿摸摸怀里鼓鼓的桃花酥,一蹦一跳地跑过去,敲翠竹鞠的门。 平日天东应门是很及时的,但今日不知为何, 他直敲了三次里头,才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。 吱呀一声,竹门从里面拉开,天东的脸色似乎不太好, 看见门外是他才勉强露出一个笑,朝他行礼,五公主。 林飞鹿下意识朝里面看,问了句,怎么了? 天东咬了下唇,声音低沉又气愤,殿下受伤了。 林飞鹿一愣。 上午不还好好的吗? 他往里走了两步,就闻到院子里浓重的药味,是天东在煎药。 主屋的房门扮演着,他静止走过去,天东在身后急急道, 公主,殿下刚才在上药。 走到门口时,宋经兰已经从屋内走了出来。 他披了件白色的外衣,总是用玉簪竖着的头发散下来, 眼着有些苍白的病龙。 林飞鹿一眼就看见他脸上的伤,在颧骨的位置, 红肿得十分严重,不满了淤青,若是再往上一点,伤的就是眼睛了。 他听到自己心脏咚咚两声响,气得快要跳出喉咙。 但嗓音倒还是平静,看着他问,谁干的? 宋经兰笑了下,伸手摸摸他的头,像在安抚,擂台比武,既不如人而已,不碍事。 林飞鹿问,是不是林继闻? 宋经兰正要说话,兔地用拳头,眼嘴咳嗽起来。 他一咳,容色就更加苍白,天东赶紧跑过来扶他,咬牙切齿对林飞鹿说, 我们殿下身上全是伤,刚才请了太医来看,说伤到了肺腑,刚才还咳血了。 林飞鹿表情很平静,把怀里鼓鼓的桃花苏拿出来,拉过宋经兰的手,放在了他手上,然后转身就走。 宋经兰忍住咳嗽,声音有些哑,武公主要去哪里? 林飞鹿面无表情说,我去把林继闻的头砍下来,给殿下赔罪。 身后一声无奈地笑。 宋经兰把手掌心用小帕子包着的糕点放进袖口,然后走过来拉住了他鲜弱的手腕。 其实他并未用力,但小姑娘还是乖乖被他拉进了房间。 屋内也有一股金窗药的味道。 他回过头,看到身后小姑娘明明很生气但强装淡定的模样,不有好笑。 林飞鹿说,你还笑? 宋经兰笑意更盛,伸手揉了揉他被风吹乱的刘海。 他笑着说,虽然知道公主刚才那句话是在开玩笑,但我还是很高兴。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地方,还有这么一个人维护我。